今天来介绍CtrlNet的一个新功能 Reference Only Pre-Processor 使用这个功能 你可以将同一个人物生成各种不同的表情 不用任何其他的模型 也不用训练Laura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CtrlNet 上传一个图像 比如我想生成这个女孩微笑的表情 点击启用 预处理器这里选择Reference Only 其他的参数先不用动 这里我们输入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 提示词调整一下 将Girl改成A Smiling Girl 就是一个微笑的女孩 采用方法选择 DPM++RSA Kairos 点击面部修复 好 下面生成 这个就是根据圆图生成的 他微笑的表情 可以看出这是同一个女孩 她的眉毛啊 眼睛啊 鼻子呀 就只将这个表情变成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非常神奇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表情 比如说A Crying Girl 一个哭泣的女孩 这也是根据这个图片 然后生成了这个女孩哭泣的表情 下面我们给这个女孩加上一些动作 比如说一个弹吉他的女孩 最最爱你等我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